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门县警察局现现任班局长联合交接典礼 典礼开始 为了应应警察的勤务业务需要内政部警证署就适任人选的品操学能工作绩效 还有考量县职人员家眷处所等因素通盘检讨调整金门重要的警职职务 我想大家从刚才的这些介绍都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所有的异动同仁都经历过各级基层干部历练 一步一脚印的经营 并且在工作上获得上级长官以及各界的肯定 才有今天的成就 每一位任内工作表现优异 本次再回忆中任 希望就任后能发挥所长 继续推动本县治安 交通以及未免服务的工作 并与各有关安慰 加强协调配合 领导同仁共同努力 创造更辉煌的工作成果 在此 齐勉警察局的同仁 虽然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辛苦劳累 但是却是行善秘德的志愿 请大家带着任警职的初衷 放手去做 把成绩做出来 回报县民的需求和期待 争取民众的信心与信赖 共同创造和谐安宁的社会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贵宾 对金门县警察局的爱护与支持 也希望分局同仁 能在两位分局长的领导下 全心全力投入金门县治安维持工作 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克进警察任务 县长也期许新任的分局长就任之后 能发挥所长 领导同仁继续推动金门治安交通 为民服务工作 创造更辉煌的工作成果